焦點我們帶回國內 來看到是全國第一條輕軌捷運 在高雄誕生了 高雄輕軌第一期工程 四個車站完工 所以本月16號開始就會試營運 開放民眾可以免費體驗 市長陳菊呢 他昨天試乘的時候 也邀請民眾 拿一卡通來體驗輕軌的魅力 近戰 上車 刷卡 先前因為工程延宕 加上颱風攪局 高雄輕軌試乘跳票 不過現在確定了 將從16號開始試營運 這次搶先通車的 是從CE的離子內站 到C4凱旋中華站 每天上午9點發車 開放到晚上7點 全天共計20班車 在預約方式報名試乘 高雄市長陳菊一早先來 體驗搭乘 給輕軌打幾分 是85分以上 這個沒有85分以上 它不可能上班 立即我們今天有試乘 兩邊的警官 我們有包括圍裡 還有在改善 全台第一個綠色運聚高雄輕軌 堪稱重大交通變革 在行進市區十字路口前 交通號制會自動變成綠燈 讓輕軌優先通行 上下車也有別於捷運跟公車 得自行按鈕開門 按了開門鈕 我們會在站體在停鈕20到30秒時間 剛好自動車進行充足充電動作 那旅客如果需要下門 下車的話把車門按鈕按下去後 車門打開的時間 大概有10秒到15秒時間 只是輕軌體驗也被媒體發現不少問題 像是監視器無法連線 面火器位置不明顯 上下車刷卡 如何查驗等等 都還有待改善 儘管還是有不少缺失 但對於試乘結果 陳菊似乎相當滿意 更設定立拼明年農曆年底前 通車到C8高雄展覽館站的新目標 城市進步要讓市民有感 陳菊信心滿滿 U電TV留學生楊如嘉 高雄報導